詞曲 曲 李宗盛 詞曲 曲 李宗盛 你不用回來這裡 太恐怖了 真的 所以我就不想看到那種感覺 對 很厲害 但太恐怖了 她剛剛已經把枕頭抱在胸前 然後腳縮起來 然後結束的時候說 太恐怖了 還是純潮一開始明明是特別可愛 突然一狠起來 我真的當時有點被嚇到了 而且她們其實有很多動作 我覺得很妙 她們其實有很多動作 我覺得大家可能平時 在跳舞的時候也會做到 但是她們在這個動作的基礎上 可能歪了一下頭 就會讓這個動作變得很詭異 這個就是處於她們的 非常獨特的一個風格 真的特別棒 程肖 你也俗話了 我也俗話了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你們想要表達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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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舞台上的表演 其實就是一朵小紅話 引起的一個故事 想表達的就是 其實人性是很多面的 當你看到它的一面的時候 它不一定只有那一面 我們的東西好像也不是特別願意 用話語來講清楚 我們到底是在做什麼 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詮釋 去思考這個東西 我現在聽完這個故事 再加上她們剛才看我的眼神 我更害怕了 我剛聽到肖肖說 人是有很多的多面性的 我剛也是覺得很害怕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最恐怖 是你放鬆的狀態的時候 你剛才突然在我旁邊放鬆 這感覺這個就是有誰 其實還蠻好看的 對 你現在就差一條白裙子了哥 加入我們 我的小紅花掉了 對不起 丟救我 好危險 好 我來問一下 AC 其實我覺得這個作品 對我來說像是 潘多拉的魔盒 我又嚮往 但是我又不敢打開 一開始 我們是好姐妹 哈哈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們繼續是好姐妹 然後包括最後面那個 小紅花那裡 小姐姐 Oh I got it Rum 跑跑跑跑跑 然後呢 蘇蘇再出來直接 你有 我也有 那裡我直接 哇 太漂亮了 我的天啊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這裡面沒有人敢看恐怖片 怎麼可能 而且她是那種養生選手 她晚上是不排練的 這還蠻有反差的 一個新系列就是養生恐怖片 蘇蘇不用看恐怖片 因為她是裡面的主角 我第一次可以為恐怖片瘋狂 然後我也很喜歡大家起舞的張力 然後我也很喜歡劇情的設計 然後我也很喜歡肖肖 她運用那種無邪的狀態 但是去表現她的多面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成功的作品 我超級喜歡